剛剛睡醒,很清醒,跟大家做一個香港的大事會,2023年 年初第一件事,應該是蔡謙鳳那件事,大家都討論了很久 一個名換,招來殺身之禍,因為資產物業 當然了,做案的人是一個退休的警員,真是好人 到現在,警方不知道裁判他哪個罪 這些通訊人都判終身,整家一齊抓,相當兇動 但這件事很邪惡,隱身呢? 因為那時候蔡天鳳住在大埔龍尾村 有一宗在附近住的一對情侶的人 接著下一件事,就是鑽石山岸 那時候沒什麼人記得了 現在就是抽我記得那些事件 和大家說,就是2023年的大事回顧 那當時,剛好又住在龍尾村 他們走著一條山,應該是不認識的 一個情侶和一個陌生人,一個陌生的光頭佬 就讓你做低了 事後那個光頭佬又哭了 不知道做什麼,應該是精神有問題 很明顯 那當時,香港是低調處理 都不會做什麼 低調處理,所以現在都沒問題 低調到都沒問題 對於我來說是很均動的 因為我自己以前經常走著西山 經常去看電影、玩 吃飯 那裡是很多回憶的 所以這件事在香港發生 但是均動到我在英國都覺得有點震驚 沒有分次序的 有些我記得那次序 有些就不太記得了 你說年尾最均動的話 我覺得是李克強的死亡 李克強是最誠實的總理 夠膽說一半人口賺過一千元 當然也知道 中國現在的小熊維尼是記載的 你太聰明了 當然是會早些下台 所以很早他下台 李克強很早下台 然後他死亡 不知道跟什麼有關係 有沒有關係就不知道 還是真的心臟病死亡 也不知道 都均動一時的 也好像中國很多人想悼念他 中國人很多人想悼念他 也有悼念他 但是不可以在網上公開討論 也是一個挺均動的事 因為是 你會覺得少了個人才 少了專才 雖然李克強 任內地都不見得做過什麼 只不過是吃了誠實豆瘦包 因為很少官員能夠這麼誠實 說出香港的情況 夜奔婚這件事已經繞揚了很多個月 兩三個月 現在都還在進行 廟街上有夜奔婚 做幾個排檔給大家開心 粉飾太平 這件事 都算大事 因為香港已經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他們就會自己做一些事情發生 做一些大事情 讓大家去專注 讓大家享樂 當然成效不太好 震興不到經濟 那些人繼續帶錢去旅行 就算現在沒有什麼移民潮 沒有什麼移民潮 那些人不移民 因為第一 移不到 陳柳都綁死了 第二 香港 幾好 膚食好住 夜奔婚 所以 移民潮又低了 香港人多了在外地消費 這樣 夜奔婚 成為香港施政的笑話 除了香港的大使之外 我在英國 接收兩地的訊息 我這裡的大使 最大應該就是 以色列和加沙開戰 加沙就老結了以色列人 百多百人 以色列就還拖 當然炸到飛起 九彩 死傷無數 現在加沙那邊 也是 慘不忍道 這件事 其實一直都在困擾 我們在英的人 因為我們英國經常說 打開新聞就有加沙 加沙、以色列 因為我們是多元種族的地方 住了很多人的地方 以色列人 有一派以色列人是住在英國的 他們有自成一國的地方 所以其實我們都會有量子糾纏的關係 我們住得在這裏 基本上都是血濃於水的感覺 沒有住在這裏 沒有住在這裏 很濃 但是也有關係 你會感覺到 所以看見新聞都想停戰 所以俄烏也是 都會跟我們有關係 俄烏就不是什麼新聞 基本上每天都在炸 炸足兩年 俄仔繼續入侵烏克蘭 樓價大跌 這個我也會習慣 因為真的窮一生 我真的不懂得玩香港這個遊戲 如果香港一個遊戲 我真的不懂得玩 窮一生都買不到樓 看著現在的樓價跌 因為我倒轉 我人出生之年 就看著樓價升 升到天盤這麼高 夠膽死 一萬元一呎 一千呎就是一千萬 我們英國一千呎很普通 基本人權 如果我這個單位750呎 一萬元一呎就是750萬 當然不用了 傻都知道 但是香港就當你傻 當你傻 傻了幾十年 現在才倒下給你們看 現在才露香港的真相 底牌出來 因為現在國際關係很差 美國又是香港的敵對關係 當然在外交的大政策來說 可能沒什麼大影響 就是微調上面 敵對關係 就是微調上面 是有一點點問題的 你看到美國總領事館 他們都敢在太排檔吃東西 就是這個 鄧炳強稱之為的黑社會 都在大排檔吃東西 就是沒什麼 其實表面上的關係 應該都是修和的 但是你說 因為它有些什麼 例如晶片出口 高科技出口 兩邊都是在鬥 可能中國又勒住自己的稀土 美國又勒住自己的技術 這樣 變成這些就是 一些大的外交裡面的影響 小的影響就是已經看到 樓價跌 股市就 就是 恆指插到萬六點 這個是誇張的 恆指其實是 可以反映香港的 大概經濟的情況 或者反映不到 因為它裡面是很多 中資成分股 中國的股票 中國的企業 未必在香港是很大的 規模 但是中國的規模很大 就是在香港上市 可以看到 因為現在你香港和中國是接軌 你看到那個經濟 萬六點不是那麼好 中國不是那麼好 香港也不是那麼好 中國不好 香港也不好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 股票和樓市一起跌 在香港是少見的 出奇地是少見的 我住了這麼多年 竟然是少見的 因為通常是 股市跌 樓市不跌 是經常性的 在香港是 股票和樓市一起跌 只有我見過一次 就是沙士 就是03年沙士 憑我依稀的記憶就是沙士 是股票和樓市一起跌 你這一年 看到在香港的問題 深深體會 當然我不在當地 在香港看著樓價跌 但是 你都覺得 有好有壞 對於一些上不了樓的人 他們將來會上樓 大家可以存到兩年錢 就不能買樓了 就算是選擇 留在香港 如果你說選擇移民 這裡當然 如果拿幾百萬 不用做了 簡單一點 做到不知做什麼好 做打扎也是辛苦 所以香港的經濟 可能會回復 一個二、三線城市的地位 可能最後會是 那樓價就會跌回 所以樓價股市 我看這麼多新聞 都算是 挺震撼到我 我會留意的一些位置 周庭去了加拿大移民 重新過新生活 應該不會回香港 這件事 我首先要恭喜他 在香港走得掉 嚴密的監控 用軟禁 扣起護照 接著 拿護照的過程 很驚險 周庭可以出書 又要回大陸 觀賞他那種 中國的偉大 差點被送中 這件事也是年底 我覺得 有些人會覺得 哎呀很慘啊 周庭 我看回 因為我移民 我已經知道 什麼事 根本就是 樂見的 因為你留在香港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香港是 令到你的社會性死亡 什麼叫社會性死亡 好像現在這樣 找些變態人跟蹤你 監視你 找些007監視你 有什麼意思呢 每天被監視 然後 你想再說兩句 在Facebook那裏 又說 拉夠你了 夠 那已經可以 落案了 國安法 又可以 因為國安法 說明 你不可以在任何社交媒體上說話 他有些很辣的規矩 當你涉嫌了這條 國安法之後 所以周庭是社會性死亡 社會性死亡 就是 你可以生活的 沒問題的 最多被監視 軟禁 那不是那麼好 大哥 二十多歲 只是另一個監倉 只不過是 你出來 坐完監出來 你另一個監倉 現在你跳去一個 自由的角度 立即接受很多傳媒的採訪 一定是自由很多 當然 在外國未必是絕對的安全 因為中國也有很大的勢力 很多的僑民 那些國產007還在 在加拿大也好 英國也好 中國也好 但是沒有那麼猖獗 他們出手也沒有那麼誇張 所以這件事 我都覺得 在這一年裡 我是特別關注 和震撼的 最後一件事 就是移民潮大減 已經有人誤移民了 都是一個很震撼的事情 這幾年有些人 很多人不選擇移民 有些人 開始覺得 移民都不是那麼好 就留在香港 開始出現了一些分歧 我也理解的 因為移民當中有很多掙扎 在移民之路裡面 第二年 沒有村沒有難 偶爾有小病痛 慢慢復原 很多事情 基本上是 要親力親為的 在英國 但是是不是很辛苦呢 又不是 因為它是 始終你拿回 你有基本的人權 尊嚴 言論自由 其實 在英國 你會得到一種釋放 你在香港 留在香港 有些人覺得很棒 在香港 賺錢 賺很多 香港人 賺很多 但是在樓價 都會有 賺下去 等價交換 香港是很明顯的 等價交換 你願不願意等價交換 捨棄 某些東西過來 就是這個基礎 當然很多人 來了 然後發覺 英國不是想像中那麼好 例如天氣 例如我們這些冬天 都留在家裡 已經有幾個多 所以也不知道會有什麼 來來去去 也會有些 但是香港也是這樣 香港也是這樣 香港也是來來去去 也是 灣仔 旺角 也是這樣走 所以生活也是依舊的 不過是不同 就是 因為 因為我們 人 留在家裡的時間 其實都多 你出門的時間 可能幾個小時 但是家裡的時間,最重要是生活有尊嚴 這裡就有的,香港就不算有了 不過那些人都習慣了 所以移民潮都小了,甚至有些人可能會回流 預料就是未來移民的人數都不會多 因為香港都習慣了 那種新常態 或者很多香港人都這樣想 應該都影響不了我的 也可以在香港生活 當然每年的時勢都有點不同 今年,如果你不是涉及什麼政治 其實也不會抓到你的 你家裡不是收藏光時期 什麼榮光的那首歌 應該都不會抓你的 如果你是一個普通人 理論上都會覺得香港沒什麼 我也理解,不是那麼多人需要移民 所以移民潮就會大大跌下來 不論如何也好,今天的新聞回顧 很多單都是說香港的不太好的事情 那些不太好的新聞 如果你不看這些新聞 其實也不是很大 對你很大損失 很大問題也沒有什麼影響 但這些是很潛意識的 很潛意識之下影響香港人的思想 現在香港很多事情都不可以說 不可以做 才做就這些新聞出來 其實是 又有蔡天鳳 又有鑽石山案 那些精神病 那些案件等等 一連串都有一些 潛意識的問題 選擇留在這裏 那就可能會 知道怎麼說 其實約剛年後 可能五年十年後 又會引申一個很大的問題 到時大家又會掙扎 我看著香港的變遷就是 五年至十年左右 一個大問題 二十年就是一個超級大問題 就是19年而已 就是二十年後 計九七之後 回歸 那時候很多人移民 但不是那個人移民 然後二十年後 一個大事件 然後很多人移民 可以移民 連我都可以移民 講也沒有人相信 也很難相信 連我這些很普通的人 基層都可以移民 就是這樣 都覺得很萬幸 也很感謝英國的 賜予的機會 你說神大一點 還是英女王大一點 我覺得英女王大一點 因為他可以 真的讓我過來這裏 或者是神的安排 或者是香港人 都是給神 就是神 都是給一個考驗 給香港人 所以令到香港人這麼幸福 有李家超管治之下 大家就開開心地去旅行 不留在香港 一個這樣的感覺 一個大肆回顧 講到這裏